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JY老李 我是他们小叶 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提早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当然还有希望这一个COVID-19 快快的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让大家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 当然大家也要遵守SOP 戴口罩 还有勤洗手 还有当然是保持距离 今天我们要开箱 两个套组 对啦 这两个套组呢 是LEGO 每一年就是为了营建农历新年而推出的新年套组 我们首先 请出80107第二套组 80107登场 这一组呢就是新春元宵灯会 卡机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组出来的样子啊 它这边首先还有一个具有中国风的那种圆圆的门 不懂的话可以看那种工程式就给来了 然后它这边呢很还有复制很多那些灯笼啊还有一个凉田 这两套组我觉得很别致啊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头牛 牛年啦 所以就会有一头牛 对它这头牛啊 我觉得它下了很多心思啊 它的这个牛度呢 还有放一盏灯喔 等一下我在组到的时候 我在秀给大家看 接下来就到小叶介绍它的那组了 我这组是80106 这一组呢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年寿啦 一个年寿 这个年寿看起来像去年的那个舞台 对 这个年寿呢它这个场景就是 因为年寿要来就是 母亲那个小那个春 然后呢它们就 少那个炮杖跟炮竹来把年寿下跑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场景喔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小人偶 带着一个牛头 这一个是每一年的新年炮竹呢 都会有一个小人偶 就是代表12生肖的喔 所以今年的牛年就会有一个牛啦 等一下煮完了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咯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倒出来咯 这一个年寿的故事呢 80106呢总共有八大包 哇哦 这个是破名书 这里有一个可爱的贴纸 这个贴纸呢 其实就是门上面的门绳 非常可爱喔 这一组呢 这一组呢 总共有一百一十个 哦不是一百一十个是一百一十一个step喔 那我们就开始吧 很久很久以前呢 有一个叫年人的年寿 他呢 每一年的出席夜呢 他都会爬上岸 把人类给吃掉啊 但是呢 人类都想不到办法 把他给赶走 或者是杀死 因为呢 他是刀枪不露的 所以人类只好在每一年的出席夜呢 带着自己的家当啊 家人啊 还有畜生啊 逃到深山里去 又到了这一年的出席夜 年寿又来了 这个时候呢 所有人都忙着打包自己的家当之类的 但是呢 有一个老人家来到了一个村子里面 他很饿 四处找食物吃 老奶奶说 我给你一点食物吃吧 但是你吃完过后呢 你跟着我们一起逃去深山好不好 老爷爷却说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们把年寿给赶走 老奶奶没办法 只好跟着人们一起上山躲烂去了 这个时候的半夜呢 就是出席夜半夜 年寿进村了 他发现 咦 整条村都没有一个人 但是只有老奶奶家呢 有灯光 年寿看见老奶奶的家 竟然贴着红色的帘子 所以他就很好奇的 凑上前去看 那个屋子里面 竟然传出了那种炮烛的声音 噼噼啪啪啪的声音 年寿就吓得要命 他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原来年寿最怕红色 还有灯光 还有那种烛炸的那种声音 突然出现一位穿红袍的老爷爷 在哈哈大笑 年寿就很生气 他只好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吃到的 逃回了自己的地方 第二天呢 就是正月初一 就是农历的新年 避难回来的人们呢 看见村里安然无恙 就觉得非常惊奇 这时候呢 老婆婆才想起了那个老爷爷 所以呢 就赶快的跟整村人的说了 这个老爷爷的话 所以他们全部人一起去到老奶奶的家 只见老奶奶的家贴着红纸 还有还没有烧完的那些炮烛 所以他们呢终于想通了 原来这样子呢可以对付这个年寿 过后乡亲们呢 就为了庆贺这个吉祥的来临呢 就纷纷换上新衣啊 戴新帽啊 到亲友家呢 道喜问好 所以这一个事情呢 就在周围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如何驱赶这个年寿 所以呢 就有了这一个驱赶年寿的故事 每一年呢都要过这个新年 叫做过新年 现在就到我来开这一组新春元宵灯会啦 那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先 哇好多一下 哇 那么多哦 比那些还要多 这个我们就暂时放这边先吧 呃 说明书 哇他的说明书有个蛮厚的 还有两分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说明书先 哦这个就是他的对联 他对联是好像用那种玻璃纸这样子的 我先放这边先 哦这个是 哦这是他的那个 呃 那头牛的肚子有 有那个 灯的 这个是 for他 怎样操作那个灯的 等下我再操作给大家看 然后现在最重要就是这两分 说明书看起来好像也很厚一下 哇你看他的这个灰花 真漂亮 这边就是开始做的了 这边呢总共要做七宝 第一本呢他总共有差不多 两百一十九个步骤 然后第二本是 第二本是做另外一个部分的 第二本是做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本有 一百一十五 就总共有差不多 三百多个步骤啊 OK 是不是一次 我们先来看看 还有蛮多包的 一包 三包 六包 六包 七包 八包 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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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总共有十五包 还有两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的第一把 OK 十不一次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这一组的第一个小人偶 这一组的第二个小人偶 这一组的第二个小人偶 这青色的就是草 然后有那些泥土 这个过后呢 他上面应该全部都是那个河里来的 然后这一个部分呢 应该是放那个牛的地方 这个部分 我们继续第三包 我一定要给观众看一下这个砖 我一定要给观众看一下这个砖 这个砖呢就是为了让那个池塘看起来好像有鱼油在里面 然后呢他特地印刷这个有鲤鱼的砖 现在呢我们要煮第四包了 第四包就可以煮到那头牛了 第四组呢又多了两个人偶 这两个人偶看起来应该是couple 一个拿着好像一个奶茶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一个呢拿着自拍神器要来拍照的 这位观众可以看到这个牛已经给我煮好了 然后他的灯呢就是这样子的 哇非常漂亮 还有灯的他的肚子 现在我就要把它煮下去 这是这个超主的第五个人偶 现在要放这个贴子去了 原来这三个呢 是那个菜灯米来的 他这边有出那些题目 然后他答案已经放在后面了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基本了 基本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 因为他是分两本来做 所以呢 这个是他第一本的模样 现在我就要做第二本 第二本就是做 旁边这个凉亭这个部分 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吧 这个一下位 OK这个是第八宝的第六个小人 然后他拿着一个相机 这个是呢 这一组应该是最后一个小人 一个小妹妹 然后他用着一个兔子 我现在看见这个六九星的 其他人也放在去 我已经听醒了 我已经补好了 所以我要把两个都放在一起 让他们喝起 我们已经完成啦 这个是我完成的霸凌106年兽的故事 这是我完成的霸凌107新春元宵灯会 我们现在就先介绍小夜的这一组先 然后先跟这一组拿下去先吧 这是我们自己普通先把那些人物都随便放放一下 让他呈现他的故事的场景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炮竹 其实他这个炮竹还有送很多不一样的款式 所以可以自由配搭 然后就是牛年的人物 这是牛年的小人物 他手上拿着一个炮竹 等下准备炸年兽 下跑他 然后呢我觉得 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可爱的 就是门口那里 就是门口这里有两个可爱的小门绳 然后这个也画到蛮像的 虽然是画到 比较没有杀伤力 但是还是看得出 有那个精髓在那里 还是有那种中国文化 然后他这边有两个对联 对联写着乐在其中 庆兴春还有高棚满座瑜伽节 真的是很应景的 非常非常的应景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烟花 也是放来就是下跑年兽的 小燕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年兽吧 嗯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介绍这一只年兽啦 一点都不凶了 还非常可爱 然后用色方面呢 我觉得 蛮用心的 就是 它配搭的很美 然后像那个 这个免兽的虚虚啊 都 都可以蛮完整的呈现出来 那它尾巴这边还有 一个灯笼 哦尾巴掉了 它的尾巴其实是一个灯笼的一个装饰来的 对然后它的尾巴呢 也是可以像那个 齐天大圣那一set这样子 就是尾巴也是可以随意移动 然后嘴巴 你看牙齿那些都做到蛮像的 做到蛮像的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尖牙 对 然后 四只胶都能移动 就是呈现它要的款式 那我们就 让它趴着吧 对 好没有威延的年兽 这一组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来介绍我这一组吧 我这一组呢就更加应景了 因为它是灯笼嘛 那它这一组的灯笼呢 其实有28颗 是对华人来说是蛮一个吉祥的一个数字 对 然后我们先从这一边开始吧 这个中国门 那其实它上面的这个屋顶呢 它真的是做到很有中国的元素 因为它还有两个龙 这边有两个龙 然后这个龙呢也做到相当的像 然后进来呢就有八个灯笼 八个灯笼 还有一个梁亭 这个梁亭写着 这个字是怎样子的 这一个应该叫望月亭 望月亭 应该是望月亭 然后这个梁亭它是做在好像一个岩石上面的梁亭 然后旁边这边呢就有小竹林这样子 嗯 然后 我们其实有做一个小场景是for 因为元宵吧 元宵其实是我们华人 也算的中博情人节 这个大家都会去抛肝想要找另外一半 然后 所以 讲讲 我们就把这一对情侣呢 放在这个情人桥上面自拍 然后 其实它下面呢 这个小溪呢 它也做到蛮仔细的 它有放一些荷花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 呃 它这个透明的这个蓝色装上面呢 它还有印刷那个鲤鱼 印刷鲤鱼下去 然后 这一组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头牛 好 这一头牛它有 呃 这一头牛它就是 放我们华人最喜欢的红色 就是 哦哦的意思啊 然后它这个 它后面还有的可以出灯的 哇 大家看到吗 真的是 哦哦 这一组呢 其实它是有七个小人偶啊 然后 嗯 大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 其实就是 呃 它的菜的迷 它真的是做到 我觉得 热搞越来越了解我们华人的佳节是大致上是怎样做啊 它其实在这一组都有呈现出来 对 那我们转一转给观众看看 嗯 它其实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门 对 也是 呃 像刚刚第一个门这样子 有那个 中国元素在 然后呢 这 这一组 80107 对吗 它还有一个套组 不是套组 sorry 就是呃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呃 它可以就是 呃 拆开 然后拼成你想要的样子 我们来拆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第一本说明书是 第一本说明书是这个 是这里的 对 这是第二本说明书的 然后 其实它这边呢 有两个可以连接 那它这边有 两个孔是连接这个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两个孔可以连接 嗯 那它这边有四个 不同的你可以自由搭配啦 像你要这样子搭配也是可以 这样子搭配 对 这样子搭配又是 你要这样子搭配也是可以 如果你要这样子搭配呢 也是可以 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 对 不同呈现的方式 看你自己想要怎样搭配 但是 呃 通常说明书呢 是这样子搭配的 就是前一个门 后一个门 就是 从这边 可能是从这边进来的话 周波那个 晴隆桥在中国这边可以出去 或者是去凉亭这样子 嗯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的街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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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哦 我们最新的影片你们都会第一时间收到 这样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吧 拜拜 拜拜